陶红拍戏被张铁林借机强吻 难怪徐征不理他 当年 《倚天屠龙记》开拍 陶红在剧中饰演纪小福 张铁林饰演杨潇 在拍摄一段告白戏份时 张铁林已入戏过身为友 强吻陶红 据悉当年张铁林在拍《倚天屠龙记》时 下逢因私生子之事打官司 心情糟糕的张铁林就这样进入了片场 等导演一喊开拍 张铁林直接激烈地亲了上去 这一举动彻底惊呆陶红 面对张铁林的强硬 陶红的拒绝全部写在脸上 奈何男女力量悬殊 陶红眼睁睁被张铁林占了铁面 彼时的张铁林凭借还朱格的大火 地位与日俱增 导演也不好得罪 故没有喊他 就这样这段告白戏 在杨潇的强硬和纪小福的抗拒下 顺理成章拍摄完成 满腹委屈的陶红回到住所 嚎桃大哭了起来 要知道彼时的陶红刚与徐真进入婚姻 也难怪徐真不理张铁林 多年后面对众人吐槽太过辣眼睛 张铁林满脸不屑地回应道 能辣过小鲜肉 话还没说完 就遭到好友张伯利王刚的吐槽 主要是你这个人 出现吻戏就是辣眼睛 一句话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然而这并不是张铁林第一次热情过度 在一档节目中 面对35年未见的女同学 张铁林直接上手 一把抱住女同学 紧接着就送上了热闻 白衣旁的主持都震惊了 吃惊地喊道这就亲上去 随后张铁林越来越多黑料被打 面对被受质疑的国籍 他这样回答道 之所以入了英国国籍 是为了更好的卫国之事 明明加入了外国国籍 却找了这个一个冠冕彤皇的理由 网友可不是他这一套 一针见血地回对不敢国籍 还影响你爱国了不成 对于张铁林三观大家怎么看吗 欢迎留言评论